其實我覺得另外可以延伸的是 我們的洋香瓜或是小胡瓜那個部分 所以你大概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這個滴罐 然後這個資材這個應用在其他作用上面 它是可以延伸的 要分別混合之後再到那個混肥桶再打到田區裡面 我們希望是說打這個透架大家來看一看 分享給大家 像我們舊式的那個吹槍汁 其實它上面很容易炒回答 炒回答 風力太強 如果是內循環你就變成是說整個整體去做勞動啊 大量中醫他有來跟你們輔導嗎 就是說除了節能一樣 退離我們整體的環境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 沒有這樣啊 一個好的模式出來 那個模式出來 我們可以撒給其他的農友來運用 原本我們都是在房地 直接車工下去去鎖 NATO大家一直抱怨 而且我們NATO是如來無拍車工 以現有機器就是食品業的切骨機去做改造 比較好來就有點跨越應用 這個是安全設計 不用用手去推 比較不會危險 然後我們直接這樣子 那兩根就過去了 那兩根就過來 直接過來 直接過去就好了 它會有拍照回傳機制 回傳的時候 它其實就當下 它就直接GPS記錄起來 是不是在符合相關農地的地號上面 對 就是這樣連續拍攝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知道它的生長週期 跟它的成果 然後業者以後 就是我們加一些畜位的 我們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精進方案出來 如果是這套技術能夠成熟穩定的話 那我們就正在推翻給中央也知道 我們就以這樣子的方式去推